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久坐 因为打游戏和工作都容易进入心流状态 一坐就是半天 那怎么才能让久坐变得更舒服一些呢 我分享一些方法 我身高1米85体重90公斤 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 所以选择一把好椅子就非常重要 以松能X电竞椅S3 Pro为例 看看如何调节才能让椅子更适合我们的身体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材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从下往上说 首先是脚不能悬空 双脚要和地面有一定支撑 否则大腿后侧会容易受到压迫 第二是臀部 对于像我这种胖子来说 椅子的坐垫大小非常重要 特别是宽度 我这款是加宽型52厘米 我坐上去两侧还有余量 另外宽大的座椅还可以解锁很多姿势 有一点容易忽视 坐垫的前边缘和膝盖后窝要有一定的空隙 每个人的大腿长度是不一样的 最好这个坐垫可以前后调节 调成适合自己的 这样坐着才会轻松 我用的这把电竞椅 它这个坐垫的材料用的是进口仿生珠网 特边网布 可以支持150公斤的承重 我这90公斤更不在话下 坐在网布上的感觉 那就是有弹力 有韧劲 透气 支撑还稳定 然后说说腰 我们的腰部有个生理关区 之前我那个座椅 我会在腰部后面放一个抱枕 支撑腰部 现在这款可以调节腰靠 这个腰靠是弧形的 靠在上面有一定的包围感 能稳稳的承托 下面说说背部 两个肩胛骨也要有一靠 选择的椅背最好可以上下调节 这款椅背可以8厘米升降 根据自己的身高找到舒服的高度 最后是静部的胜利弯曲 这个S3 Pro的头枕 可以上下前后和角度调节 总之把头枕放在脖子后面就OK了 这样我们在坐着的时候 肩颈 背部 腰部 底骨都有支撑 平时工作的时候 我喜欢这个椅背呈90度角 眼睛和屏幕平视 如果你用的是机械键盘最好有一个掌托 两个胳膊肘也要撑一下 两肩放松 这样才不会累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这把椅子 下面简单的点评一下 这款松能X电竞椅 我做了一阵子 调节选项比较实用 坐着很扎实 这把椅子是我自己安装的 20分钟就装完了 连接座位和椅背的时候 我老婆帮我搭了把手 我特别喜欢它的放松模式 脚托往外一拉 仰角调到最大 往后一躺 头枕一枕 手托拉高 调好角度 即可进入放松休息模式 这个椅子的后仰下压力度 是根据体重智能调节的 体重越大 后仰就需要更大的下压力 这么舒服的椅子 之前买的时候 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建议大家618活动的时候看看 可能有惊喜 最后一句话 经常用电脑办公和打游戏的同学注意了 不管你用多贵的电脑椅 久坐最好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每隔一个小时停下手边的工作 活动一下身体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数量上断开 拍摄 我们拍摄 我们拍摄